肾脏作为身体的重要器官,起着过滤身体杂质,泌尿利于身体排度,分解并吸收身体糖本的重要作用。 人的肾脏一旦出现问题,则会有一系列的明显的病状出现,而这些病症过糖于内部,或变现身体表面,并且十分容易发现。 所以,当身不好的人,身体会有这四种变化,在平时的生活中,很容易被发现。 如若发现这四种现象后,我们要尽早去检查一下,其实,这四种变化很容易被发现。 一旦发现后,大家要及时就一确诊,检查身脏,以免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损伤,帮助我们更好的养生。 那么到底是哪四种现象呢? 一,身体浮肿,肾脏是人体的泌尿系统,即为把身体中的水分代谢为尿液。 如若肾脏出现问题,则代谢水分之功能逐渐减弱,水分在体内无法代谢,排除,则会导致身体浮肿最明显表现于,颜部,四肢。 所以在身体出现长时间浮肿时,我们则要注意肾脏是否出现了问题。 并及时进行就一诊治。 二,皮肤脏痒,如若肾脏出现疾病,则身体将难以通过尿液,把体内多余的水分排出。 所以身体中的水分将会通过身体表面毛孔进行排出流汗,过多排汗会对便面皮肤进行一定的负担,从而导致皮肤脏痒等症状。 所以经常患有皮肤脏痒的朋友们,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肾脏是否代谢能力,以赶解退,从而尽快就医。 三,尿量异常,人体每天正常排尿数量为四至六次女性生育期或许会频率增加。 处于生理期的女性可酌情对身体进行评判,如若人体的日常排尿量多于六次以上,少于四次以下时,则要注意肾脏是否出现健康问题。 既然肾脏作为人体灭尿系统,那么尿液的状态也预示着肾脏是否健康。 在小变过程中,如若出现尿体,尿液泡沫增多,尿液浑浊有沉淀等症状时,则于是直肾脏依然出现问题,这时,一定要及时就医,不可拖延不治,耽误病情。 四,恶心呕吐,如若人体肾脏即将出现病症,则尿液中胺的含量会逐渐升高,而具有一定的刺激性, 在人体中含量或多时则会刺激肠胃引起呕吐感,所以时常具有呕吐症状的朋友,在检查肠胃的同时,也要注意肾脏是否出现了问题。 以上这四种状况,预示着肾脏即将或已然出现了一定的问题。 肾脏对于人体极为重要,如若出现了病症不加异,则对人体的损伤是不可估量的,所以大家在出现以上症状的过程中, 务必加以重视,同时,平时亦可以通过及时排尿,时常运动,多喝水等方法来促进肾脏功能。 保护肾脏,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大家,都可以有效预防肾脏疾病,拥有健康的身体,达到养生的目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哦!